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歡迎你們再一次參加我們網上錄影的崇拜 以下讓我們有安靜的時間 讓我們專心一致地預備我們的心去敬拜主 以下是宣教的時間 今天的經文是來自詩篇二十二篇 一至五節 九至十一節 我們稍後在敬拜的詩歌裡 有一首歌都會是關於這篇詩篇的 希望大家也注意一下這篇詩篇的內容 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棄我 為什麼遠離不救我 不聽我哀哼的言語 我的神啊 我白日呼求你不英雲 夜間呼求並不住聲 但你是聖結的 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我們的祖宗依靠你 他們依靠你 你便解救他們 他們哀求你 便蒙解救 他們依靠你 便不羞愧 但你是叫我出無福的 我在無懷侶 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我自出無胎 就被交在你手裡 從我無親生我 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遠離我 因為急難臨了 沒有人幫助我 今天我們詩歌讚美的時間 將我們專心一致的心 專注在我們的主上 除祂的意外 沒有第二位神 祂的命高於地上的一切 大地眾讚歡唱 讚美你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眾萬光高超 讚美你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 你超過主天 除你意外 找不到尊貴像你 除你意外 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你意外 並沒有 沒有別名 可以 拍攝拳兵 讚美 以及崇敬 聖結 光高榮 要傳送你 大地眾讚歡唱 讚美你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眾萬光高唱 讚美你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 你超過主天 除你意外 找不到尊貴像你 除你意外 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你意外 並沒有 沒有別名 可以 配上拳兵 讚美 以及崇敬 聖結 博多榮 要傳送你 主讓我們 切記切記 除你的名 並沒有其他人的聖命 你的名 是高過全地的所有東西 剛才在開始聚會之前 我也跟了大家說 叫大家留意一下我們今天的宣召景物 原因就是 其實詩篇裡 除了讚美敬拜的詩篇外 也有一種體文 其實叫哀歌 哀歌 是一些比較 可能盛在著我們悲傷情緒的詩歌 不單只有讚美敬拜 但也讓我們在絕望 在無助的時候 有一個抒發的一種詩歌 讓我們在當中 都能夠尋求到 上帝的安慰 就想在絕望裡 我們怎樣去肯定 堅固我們的心 信 天父 會帶領我們走過的 以下再來 這首比較新的詩歌 就是叫做哀歌 我們可能剛剛經歷過一個星期 或者我們都知道 環繞著我們 美國本身很安逸的生活裡 都因為不同的政治氣候 不同的所有事都令到我們 好像很不安 很無助 很絕望 但是呢 讓我們的心思 是交託在我們的上帝父上 不是依靠人 我們希望的是他 帶來給我們的奇蹟 我們相信 他凡事都是我安排 讓我們透過哀歌的實施歌 作為我們的討告 向天父述說 我們悲傷 我們無助 我們無力 我們絕望 但是我們相信 我們的主 是行歧視的主 是一位有奇蹟的主 他也是大有能力的主 我們的主 我的主 你為何還以免不轉向我 我煩亂不安無數 我的主 我的主 你為何離起我 你為何還以免不轉向我 我煩亂不安無數 我還以免不轉向我 我願意向你唱這愛歌 在日出自處 定義真美我主 還能裏空有 醉上愛是愛永不倦 絕望的深遠 你是我的拯救 我相信我主獨行其事 我的輸 我的主 你為何離棄我 我的心感被傷 總不肯安慰我 我的輸 我的主 你為何還以免不尊向我 我煩亂不安無助 我還要向你唱這愛歌 再日出之處 定義真美我主 滑爛淚刻入 追上你慈愛永不倦 絕望的深遠 你是我的拯救 我相信我主獨行其事 再日出之處 定義真美我主 患爛淚刻入 追上你慈愛永不倦 絕望的深遠 你是我的拯救 我相信我主獨行其事 主 我們在絕望中 讓我們有能力 讓我們有信心 相信你是那位 獨行其事的主 讓我們的生命 摘在你的道上 在這個世界中 我們就算面對多少不安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你是那位信實 慈愛的主 你的信實 慈愛 達到永遠 都會看守著我們 讓我們 在敬拜最後的時段 我們用詩歌 主信實無變 我們真是知道的天父 我們真是知道的主 你的信實 你的慈愛是不變 每一天 每一夜 每一分音程 你的愛都是在 要我們用這首詩歌 去摘跟我們的信仰 就算絕望裡面 我們都對主 很有信心 因為 祂有祂的愛 不停地保護 帶領我們 慈愛主 信實無變 在每天精神 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 沒有分音程 主愛禮面 愛無到達主更前 看無救主任陷 看無救主任陷 萬父阿滴 有三個臉 神愛卷 必不停捐 神愛卷 必不停捐 神愛卷 終不改變 神愛福 不停地圈 神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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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了不同的诗歌 叫我们在这个很混乱、很多不法的事 荒谬的世代里面 就算面对我们不同的苦难 面对很困难的时候 很令人失望、绝望的时候 我们都是可以透过诗歌 一首哀歌 去胜在我们的情绪 去托着我们 透过哀歌 原来昔日诗人都体会到我们今天那种低落的感受 以至到原来 神使用诗 用藉着哀歌 向我们讲安慰的说话 又叫我们的眼界 转移到他身上 因为世界里面太多事可以变化 一直以来的安稳 突如其来的风浪 都可以突然间一个浪潮 靠过、冲去 讲起诗歌 弟兄姊妹 今天讲关于耶路撒冷的诗歌 我们刚才讲到爱歌 讲到信实、信靠的诗歌 我们又赞美的诗歌 讲起诗歌 弟兄姊妹 你喜不喜欢唱诗歌呢? 有什么原因令你喜欢 又或者不喜欢呢? 今天诗歌我们去看一个特别的体材 一篇有关朝圣者的诗歌 朝圣者的诗歌 你在诗篇里面 是说他们一班朝圣者 从以色列各地步行去到耶路撒冷 中途他们一边走 一边就唱着诗歌赞美上帝 帮助他们 其实是在预备他们自己 去到回幕 或者后来见好的圣殿 预备自己有最好的状态敬拜上帝 弟兄姊妹 你今天的状态是怎么样? 你今早早 昨晚睡得好吗? 今个礼拜 有没有很忙很累? 我们有没有准备自己用最好的状态 去敬拜我们的主? 或者我们一起用个祷告去开始? 天空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让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宝座面前 敬拜赞美你 主啊我们知道 今天仍然在病毒肆虐的时间里面 我们知道主你是无所不在 你是那位信实的主 你不限制我们在任何地方 帮时间去敬拜你 因为你是那位掌管全地 充满万有的主 主啊 请你帮助我们 无论我们过往一个礼拜 可能很忙 可能有好的休息 或者有什么样的状态都好 帮助我们这一刻这个时间 去专一的专心去敬拜赞美你 也帮助我们在信息里面 我们一同的去学习 在诗篇诗歌里面 一同的去认识你更加多 认识你的作为更加多 以致我们生命能够发出对我们的赞美 主要帮助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讨告奉的生命之机构 等节目让我们一同打开今天的经文 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 我们去到诗篇 诗篇122篇 我们会先读出经文的一至五节 鼓励我们一同打开自己的圣经 我们一起去研读 我们每一节有什么重点 我可以写下 可以用刑工不间起它 我们都会读出这段诗篇的开手句 即是大为上行之诗 这六个字 然后再读一至五节 我们先读头五节 好 我们三声学起 大为上行之诗 一二三 大为上行之诗 人对我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 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 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 上行之诗 开始 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很快会跳过 甚至乎忽略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是诗歌的开头 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 它没有纳入在章节的第一节里面 但我们知道章节是后来 就是圣经已经完成了 完成后之后 后来的文士加落的章节 在希伯罗原文里面 其实第一节就由大为上行之诗开始 其实这一句 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资讯 讲讲什么呢 讲这首诗歌是由大为王所写的 一首上行诗 在诗篇里面 一卷书这个歌集的里面 其实由诗篇120篇到诗篇134篇 都是属于上行之诗 那我就会问 什么是上行之诗呢 顾名思义上行 就是带着一个向上走的意思 以色列人会向山上走 向上走的时候就会唱这些诗歌 特别是当他们每年按摩西律法三次 由他们居住的地方各地去到耶路撒冷首节的时候 因为所有人 其实地理环境就是所有人 都是由低地向着高处 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 留在山上的 所以向山上的耶路撒冷走 形成了每一个人 每一个朝圣者 都是一步一步向上走的这个画面 所以其实每一首的上行诗 刚才我们说在诗篇120篇到134篇 每一首的诗都是朝圣者所唱的诗歌 这个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去行山的时候 我们沿路十级而上 当我们越升越高看到越来越漂亮的风景 我们很自然地流露出赞美神的说话 甚至乎我们突然间有些诗歌浮现出来 很想唱出来赞美上帝 这是以色列文一年三次上到耶路撒冷 就是为了去圣所的地方去朝见耶路撒上主 然后就是当不同的人 经文的第一节 讲到人、人们、中枢来的 很多人跟大卫王说 他们到耶路撒冷是为了去耶和华的殿 如果我们细心地去想这件事 我们可能会问 大卫统治的时间明明还没建好圣殿 耶和华不让他建圣殿 虽然大卫王很想建 但是朝圣者又怎会跟大卫王说他们要去神的殿 殿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原来在原文的里面 这个殿的意思就是房屋的意思 的确这个殿可以隐身解作圣殿 但是由于大卫的时代还没建好圣殿 所以耶和华是说耶和华的房屋 就不是说耶和华的殿 这个意思是可以包含主要 耶和华的房屋在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的帐幕 那时候的若贵所在之处 但到后来所罗门王建成了圣殿 也都自然成为了耶和华的殿 当大卫一听到朝圣者的目标和目的地 他觉得很欢喜 这个欢喜是跟耶和华神相连一齐的 因为大卫看到朝圣者长途拔舍 脚情再远都要来朝建神 去遵行律法 遵行神的说话去守折旗 去敬拜以色列的上帝的时候 他就感到十分的欢喜 大卫王的眼睛 他看着每一个一个一个有一个入城的人 都是为了一个目标 朝建神 敬拜神 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也是 每一个我们有机会担任招待的时候 每一个作招待的弟兄姊妹 她们站在教会的门口 有些可能甚至乎站在街上 我曾经试过参加一家教会聚会 她的招待是站在教会门口 街外面 然后再转个位置 都会看到招待的弟兄姊妹 她们就是代表着 这些招待的弟兄姊妹 代表着教会去欢迎 去接待每一个人 每一个弟兄姊妹 做一次回到神的家 教会里面去敬拜 就觉得很欢喜很欢喜的侍奉 有时候他们见到一些新的面红 新的朋友来 更加欢迎来 更加代表着教会 欢迎他们 进来神的殿敬拜 认识住 所以大卫就是在这种的视觉 去见到每一个朝圣者 很开心 来到她就更加开心 然后经文到第二、第五至到第五节 就记载着大卫 当他见到朝圣者到达耶鲁撒冷 从朝圣者的角度去看 究竟耶鲁撒冷是一个怎样的城 大部分 我们知道大部分朝圣者 他不是住在城市里面 更加多的以色列人 是住在农村 小村庄 部落里面等等 所以当他们长途拔蜃 来到耶鲁撒冷的时候 眼前一个很宏伟的城市 在他们出现眼前 他们有一种赞叹 第二至到第三节就提到 他说到 哇! 见到耶鲁撒冷的城门、城墙 以及连绵不住的建筑等等 连在一起 第三节那种很连络 齐整的一座城 都连在一起 很整齐 横横相扣 其实我们好像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平日出入去街买菜 身边都是平房 一层起两层子 不会太高的 但是当我们由四面八方 进入去 举例来说 LA的down town 市中心 或者我们有时候去旅行 去一些很远处 我们可能有些宏偉建筑 想去观赏去看 某些地标 很高的观光塔 摩天大厦 历史大教堂等等 我们自然慢慢到一到的时候 就觉得 哇! 起得很漂亮 当我们越走越近 更加 原来 建筑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们会被眼前的景色震慑着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一步一步上山 耶路撒冷越来越近 到到达了耶路撒冷的时候 眼前的建筑震慑着他们 甚至乎他们最大的感叹 不是城市的建筑 而是一个城市里面 有没有灵魂 有些人说 一个城市 要看它有没有灵魂 要看有什么人 看它的文化 看有什么的娱乐 看它说什么的语言 看有什么学校 看商业、金融、市场等等 但是在经文第四节的里面 里面讲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 不是用人的角度去定义它好不好 或者有没有文化 有没有什么机会去找到等等 而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所有的人都有一种 同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 就是属于耶和华 耶和华 耶和华的支牌 全部都是属于耶和华 以色列人 他们平日在不同的地方居住 或者不同的职业、工作等等 都是按着耶和华所分配的地点去生活 历史上 神带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 进入应许之地 在加园地按着神的心意去分配 但是他们必然会想起 就算他们今天住的地方、工作 所有拥有的事情 他们的身份 他们被救赎的地位等等 都是从神以来 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 所以当他们每一年三次去到耶路撒冷首节的时候 其实每一次都是敏记神在他们身上 所成就奇妙的作为 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四至十七节里面 记载到三个节日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四至十七节 以色列要守什么呢? 要守随教节 因为他们要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 他们又在收割的时间守收割节 以及在每一年的年尾守收藏节 就是纪念神使他们在农地上所种牢碌得来的 所有的以色列文 每一个人都有同一个身份的认同 就是神从前在埃及围牢之地 亲自救赎他们出埃及 带领他们进入加南英去之地 使他们可以在神里面享受到真正的按释 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第四节讲到 众之派就是耶和华的之派 想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 或者译作以色列的证据 称赞耶和华的名 当众之派聚集在一起 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都是为了要称赞耶和华的名 按以色列的常例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的就是说 另一个翻译的是作以色列的证据 朝圣者除了按律法的规定 他们的出现其实就正正成为 耶和华救赎的证据 他们的出现就是耶和华救恩的证明 这是生命见证着神的救赎 你看看每一个人的聚集 都是神亲自救赎回来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带着他独特的救赎的故事 所以同样的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主日聚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同样都是 讲着神如何和我们去相遇 如何亲自寻找我们 神如何救赎本来不值得被救赎的我们 神如何去爱本来不断犯罪得罪神 得罪人的我们 等于我们的身份认同 因着神的救赎 建立在基督的里面 本来你的身份 背景 血统 文化 来自哪里 有什么背景 也好 我们只是一件事 就是我们都在基督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同一个身体 所以这里的经文 第四节 再一次提醒我们 就是说 众子派都是属于耶鲁华 当他们聚集 就是为了要称赞 称重神的名的时候 任何令人高举自己 或者让我们自己觉得驕傲的 让我们觉得自己大别超越的价值 一一都全部在神面前要放低 没有人可以高举自己 就好像朝圣者一样 当他们的脚情 一步一步向上行的时候 当他们的口中 恩着不断发出赞美神的诗歌 以至他们能够在赞美的里面 不断放低自己 开刀耶路撒兰朝圣 不是为了消费 不是为了令到自己更加神圣 或者更加属灵 或者不是一些什么的成就解锁 有时候我们今天说去耶路撒兰朝圣 好像要去到圣地特别 属灵的感觉 不是这样 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 朝圣者 因为他们必然要向着上面举目 向山举目 正如我们很熟悉的是诗篇121 这篇诗篇122 前一篇121篇里面 第一节里面 我们经常都很熟悉的说 我要向高山举目 这里的高山 这篇诗篇讲的高山 一二一篇一节 不是说耶路华的圣山 因为诗篇 因为诗篇举目 环顾四周 就算有很多很高的山 那个山是重数 也是 而当时在近东的文化里面 每一座山有他守护的神 有不同二教崇拜的偶像 但是 诗篇说 诗篇说 诗篇在众多的高山 我要向高山举目 很多很多座山 但是 他是歌颂中 唯有耶路华是唯一的帮助 他在众山里面 就算在不同的偶像 都不会找到可行的帮助 唯有耶路华才是唯一的帮助 所以当朝圣者 每一次举目向上行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命意 他们想起神的救赎 神已经成就的事 弟兄姊妹和人家 今天我们每一个主日 回到教会崇拜 或者可能现在要打开电视 电脑去崇拜 我们带着什么心态呢 是不是我们每个礼拜 都是去敬拜主 尊崇主 或者可能有时候 我们的状态不好 或者有些事情 变成了好像敬拜主回教会 成为一个例行公事 但是我们有没有 好像一个朝圣者的心一样 带着生命里面 不同的恩典 不同的果子 甚至乎我们的生命本身 就是那个果子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去到神面前 献给上帝 歌颂祂 荣耀祂 我们有没有这样 来到经文的第五节 当众志派聚集去称赞神的命 是因为耶路撒冷有设立审判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在当时的城市里面 在当时的城市里面 审判座 审判的位置 有时是设在城的门口 当然审判座 也都可以 这里可以指的是大卫王的王座 那个宝座 当大卫王 作为诗人 形容这个宝座 是大卫家的 也是属于审判的 其实就是一个圣经里面很标准 很模特的治国的原则 就是一个王或者一个国家 他其实要用神的公义治国 因为神立大卫作王 是为了他代表着神去管治 而大卫要作神 合神心意的王的时候 他必然就要用神的公义去治国 所以圣经里面 也记得大卫王统治以色列 有一段时间很理想的 当然我们看圣经 知道大卫王之后 就不会放月下 甚至乎 以色列面 出现很多很多 暴行不公义的事 但是大卫王统治的时候 就真的出现了一段很黄金 很理想的时间 记得在 撒母耳记下 八章十五节 经文这样去说 他说 大卫作以色列 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行公义 这一节经文 撒母耳记下 第八章十五节 这里面 其实是一个盛世王朝的缩影 大卫王是以公义治国 原文说的意思就是大卫是要作公正正确的事 公义包含了对不同的事有正确的判断 也是特别的 因为他是审判的人 审判里面有公正的裁决 所以我们就要明白到 原来一个真正的盛世 按着圣经所记 这个被朝圣者赞叹的圣神耶路撒冷 这个圣神里面有神所揀选的大卫 是他们当时宗教政治的中心 而这个圣世是由神而来的管治 有天国的价值 是以神的公义公正正确作为标准 所以如果说今天基督徒 我们仍然地上 我们仍然要追求天国的价值的时候 我们对于公义 对于公正 对于黑白是非的追求 是必然自然不过的事 另一方面 我们又要留意就是一个反面的留意 这个圣世不是用金钱 不是用利益 用权力 用黑暗 操控手段 方言等等去建立 这个圣世不是用这些事去建立 有些人 对于圣世的定义 在于着重自己 能不能够安居乐业 有金子 妻子 姨子 房子 车子 就觉得这些很幸福 特别是我们在华人文化里面 有时我们走不出的框架 从小我们就被交道 不用太关心社会 不用太关心世界 或者身边发生什么事 我们只是求安身立命 如果要我们改变突破呢 首先我们就会问的问题 要我改变了 要我动 有没有好处呢 或者 会不会先赚多些钱 对我来说 我有好处了 那我没做 但是 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 圣经的价值 凌价 的程度 是要凌价起我们原有的文化和价值 我们就要小心去拆解 我们可能有意无意 被这个社会世界无造的训练 或者是我们本身有一些价值观 我们要将这些事 那种文化价值背景 放在圣经底下去看 究竟我们所相信所认知的这些东西 有没有圣经的支持呢 例如 我们会 凡事去想 就是每一件事 我们都去想 自己有没有益处 有没有好处 或者只是想平安 安身立命 我们就要看看这些是否圣经所支持 因为天国的价值 应该成为你 成为我的追求 朝圣者就是当时的耶有撒冷里面 他亲眼看到天国的价值是这样发生 可能你会说 正如上星期我都很多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不法之事 是的 我们的确定 当我们再见证到 再见到上帝的公义治国的时候 可能已经去到新天新地先游 现在世界越来越差 越来越败坏 但是这些通通都不是 叫我们在地上去忽视去忽略 放弃基督徒应有的价值 我们不是说 既然这个世界这么败坏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乖乖地等基督回来就算了 乖乖地等我们连华佬去见主面 不是的 我们仍然要去捉紧这些天国的价值去见证 就算当我们捉紧这些人汉为愚拙 人汉为没用 不会有经济效益的见证的时候 这些见证没有带来我们一些益处 甚至为我们带来亏损的时候 但我们要紧急一件事就是 有一些价值 就是天国的价值的重要性在于 因为它是圣经 吩咐我们要追行和持守 让我们继续读出经文的第六至第九节 诗篇122篇六至九节 经文这样写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愿你成中平安 愿你公内兴旺 因我帝兴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因耶路说我们神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我们来到这篇上行诗的后半部分 整个焦点呢 是从朝圣者的视觉一转 转到一个祷告的里面 这个祷告很特别 我们看到经文由第六至第八节的里面 有一个词会不断出现 就是平安 平安我们都熟 这个希伯来文我们很熟 叫Shalom 所以以色列人打招呼Shalom 讲到平安 平安是我们基徒很喜欢的词语 举例子圣经如何说平安呢 以赛亚书32章18节里面说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 耶稣教导我们 他如何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这个是约翰福音14章27节 并且耶稣在复活后 显现在门头中间 第一句是什么 愿你们平安 保罗书上也提到平安 在罗马书八章第六节里面说到 《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 在《要法所书六章十五节》里面说到 旅途又用平安的福音 这是我们对平安常常有的诠释 当然也是我们亲身的经历 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平安是否只是停留在心里面的平安 特别是当诗篇122篇6至8至这里所求的平安 原来是说要求耶路撒冷的平安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一个城市怎样在心里面得到平安 因为城市没有心的 我们经常说平安在心里面 耶路撒冷又怎样得到平安 原来在圣经里面对于平安的另一种喘息 是说昌圣繁华 上帝使人平安 祝福人经历平安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兴皇 正如第六第七节里面的祈求 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皇 愿你功耐兴皇 这种肉眼可以看到 尤其是在旧月里面很突出的 昌圣的平安包含了物质的丰富 这种物质丰富就是说 人在信靠上帝里面享受到上帝所赐予的丰富 享受到沙鲁 如果在物质上的丰富 我们可能听完都挺不错 所以我刚才特别说到旧约里面很强调 但对新约又好像是另一件事 如果说都挺好的 我们说原来上帝赐人的沙鲁平安 会使我们有很多的物质 说我们挺好 每个人信耶稣都肯定不会穷 但是我们又觉得好像上帝又不是这样 至少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信耶稣又不只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物质那种平安 当然我们说我们是不是穷人 也都可以是一个很相对的标准 就是看看你在哪个城市生活收入多少 或者生活质素如何 可能你觉得你很穷 但其实你不是很穷 有怎么去理解 但是其实Shalom除了一种旧有强调 一种物质上那种昌盛 另一个含意 Shalom是说很圆满 很完整已经实现 和神已经和好的那种状态 讲到已经实现 心理学家讲到人有很多种潜质 而人的最高境界 讲到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停留在满足在生存的需要 社交的需要等等 而是要不断发展 如果在你的人生里面实现到自我 实现到自我就是人的最高境界 但是我们就会问下一步 什么叫做实现自我呢 心理学家就没有回答 又要大家自己去发掘 什么叫实现自我 又要靠我们自己去定义 但是圣经跟我们说这件事就说 的而且确有一种圆满 有一种完全实现 fulfilled那种的状态 就是拥有从神而来那种的Shalom 这个Shalom是说的 这个意义是远远广阔过我们所认识 经常都说心里面那种的平安 那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第二经本 我们再一次留心 看看经文的六至八节 他的上文 我们发现大卫不是抽空的 他不是凌空没有原因 他们就这样说 你们就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我们需要将第一至五节 放在一起去理解 因为他们是同一首诗歌 就是说当朝圣者 来到很美丽的耶路撒冷 赞美神的救赎 赞美神救赎众之派 赞美神的临在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意识到 这里有神所设立的宝座 有神公义公正的审判 所以说到神的子民 在平安的耶路撒冷里面 不需要担心有不公义的事 或者是有人犯法之后 犯事之后 没有获得应有的判罚 神的子民不用担心 由第六至第九节 这四节经文 很有力很powerful 因为每一句都是大卫 用命令的语气去说 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求兴安 你们要为了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有为着耶路华殿的缘故 去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命令你 我们看到这些祈求 不是为自己去祈求 是为着其他人 其他属神的子民去祈求 而当平安 真真正正 临到神子民所在地方的时候 人就不需要再害怕 人亲自看到神的公义和公正 但是很大的差别就是说 我们今天看到世界里面 有很多不公义的事 有时候我们打开手机 看新闻 都挺大转变的 以前我们看新闻在报纸 然后电视 现在看新闻是看手机 但我们都会发觉 很多不公义的事 令到我们觉得很失去盼望 我们会无力 我们会绝望 我们会问 为什么今天有不公义不法的事 其实每一件不公义 神经之媒 我们要多重的观察 我们要看到里面 内在其实存在着 很多人的自私 裂造 方言 对权力的欲望 自我 自意 骄傲 歹毒 等等 我们要知道这些事 一天存在地上 不公义 不公正 不法的事 仍然存在 我们会问有这些事 我们还可以言说平安 我们还可以说平安吗 如果我们眼前仍然有很多 有很多不法的事 我们又没有真正的平安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 只要我不问世事 不打开眼看 那就要平安 没有事发生 但是这种是不是真正的平安 是不是不理世事 就可以有平安 如果有这一类人 他们只不过是 因为熟灵的眼睛被蒙蔽了 他们偏向相信 世上的事 地上的事 或多或少 属于这个世界 但都可以为他们带来平安 却看不到原来这种 所谓他们所拥护的平安 只是暂时的 会过去 过眼云烟 举下来说什么呢 人追求平安 人追求 只会什么 例如他们会追求金钱 觉得赚多多钱 好像平安 但当越来越多的时候 又会觉得越来越不够 人会追求 其他人的喜爱和欣赏 他们会相信 有人欣赏自己 就有价值 为他带来安全感 平安 人也会追求 名利 权利 物质 很想自己有能力 证明自己能够掌握更加多 但历史跟我们说 这些所有的事 到最后都只是 过眼云烟 统统都不能够填满 人心灵的空虚 或者给人真实的平安 或者安全感 因为人到最后 走到最后 当地上的生命 去到尽头的时候 人只会可以承认 好像若白的一章 21节 若白的坦诚 他这么说 赤身出于母胎 也必赤身归回 公公讲到 大卫作为诗人 在诗篇122篇里面 所讲的平安 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平安 去祈求 我们看到这个平安 是取决于 耶路撒冷城里面 有没有公正公义的判断 和审判 没有真正的公义 人就没有真正的沙龙 就算人说有 都只是虚假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 不单单是为人带来那种 物质上的满足 也不单单只是 有圆满 完整的状态 其实更加是带着神公义的彰显 使人感到有真正的平安 不需要再担心 那就让人感受到 Shalom 有最后一个 也都是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使人感到安息 可以休息 所有事都很圆满 都很好 就可以停下来 可以安息 就好像上帝 六日完成创造天地一样 当他去评价 去comment 每样东西都是甚好 好得 好到很多地步 就是没得再好了 好圆满 然后上帝就安息 在Shalom的里面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 或者事 有能力 或者有权 去夺走这种Shalom 因为最大的 那位上帝有公义的审判 那时候 没有商量 或者没有反抗的预地 一审定案 正正就是因为上帝 应许了 保证了 跟我们说 有最后 最公正 最公义的审判 基督徒的安全感 基督徒的平安 就是来自上帝的保证 连上帝都保证的时候 你坏日还有谁 可以比较更大 所以我们经常都坏日 虽然人生在世有苦难 但我们仍然可以尝到 那个上帝保证的平安 直到 启示录里面 所记载最后的审判 当基督徒 进入了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那时候 上帝的公义 完完全全去彰显的时候 再没有不法 或者不公正的事 神的子民 就可以享受到 真真正正的安息 真真正正的Shalom Shalom 和那个城 有没有公正 公义审判 紧紧相扣 所以弟兄姊妹 昔日 诗人呼吁朝圣者 要和他一起 为耶路撒冷 祷告 同样今天 我们有什么学习呢 我们都要学习 为我们所身处的城市 去祷告 在耶利米书 29章7节 耶利米先知 呼吁秘鲁的以色列文 无论你秘鲁去到 哪一个城市生活 你都要围住那个城 求平安 为那城 祷告耶和华 因为那城得平安 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同样地 今天我们 在动荡的世界 世代里面 我们都要学习 为我们身处的城市 求平安 因为作为 上帝子民的群体 也就是教会 一个城市 它的平安 教会 都可以得到平安 一个城市 受到压迫的时候 无论是人为的 环境的 病毒等等的压迫 教会 无法抽身 教会很自然受到 损害 特别是 世界上 不同地方的教会 到了2021年的今天 依然面对不同的压迫 可能我们说 最近一段时间 加州的教会 可能感受到 州政府 宁愿给一些娱乐场所开门 都不让教会开门 这可能我们对于压迫的初上 但是呢 因为对于很多很多世界各地 受尽压迫的教会来说 实在不是什么大迫害 但依然 作为基督徒的要为他们的城市祷告 也都因着圣徒相通 我们都要多多为不同地方的教会祷告 而这个求平安的祷告 我们都要学习 好像诗篇121篇 诗篇122篇一样 我们先求 神的国 神的义 我们为这个城市 祈求上帝的公正和公义 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 以至城里面的人 能够在地上面 初上到天国的价值和福分 也都可以让基督徒的群体 因着追求公义和平安 成为在黑暗里面的一丝光 其实基督徒本身不是光 我们本身我们不懂得发光 我们只是反照出上帝的荣光 天国既然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时候 人家未信的人 就应该要在我们身上去见到 要怎样去追求 才是天国的子民 天国的公民 我盼望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不单单再次停投 在为我们自己求 我们心目中的平安 我们要为城市求 不单单是为城市求 不要再有动荡的平安 但却是带着私人那种的意思 我们要为着人的着想 我们要为着人能够有真正的Shalom 能够真正地经历到公义公正 从而认识到上帝的国度 从而有上帝而来那份的安息 那种的Shalom而祷告 第一支母的同心去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 感谢你给我们 能够祷告 原来我们 有生命去祷告 是因为你先去寻找我们 救赎我们 你从黑暗里面去拯救我们 以至于能够聚集一起 去敬拜去赞美你 以至于能够生命 能够体会到 尝到你的恩典 你的丰富 我们能够自然地 向你发出那种赞美 你又安放我们 在你所创造的世界里面 你爱我们的缘故 使我们能够享受其中 但是主要让我们知道 正如今天诗篇 122篇里面 教导我们 我们要为我们的成求 祷告平安 这种的平安 不是我们 说心里面那种平安 不是个人那种平安 而是原来 一个成平安 不平安 不是在于外貌有多繁华 建筑有多华丽 而是究竟人的心 能不能够因着认识上帝 而经历到那种平安 是经历到上帝 那种的公正公义 意识到人不需要再担心 有不安的事 有不法的事 有混乱动荡的事 那种的彰显 从而得力的平安 主要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最近经历了 很多很多很多 令我们不平安的事 但主要你 扩覆我们的眼界 原来知道 从上帝以来那种 是多么有福气 不是单单讲物质 不是停留在个人 而是原来上帝 你彰显的时候 到最后在 新天新地的时候 上帝 你最终的审判里面 所有不公义 不公正的事 就要显露出来 而在你里面 我们就能够得到 真真正正的安息 让我们有力量 有勇气 活出来 我们初上到 未圆满 但我们知道 当我们这样追求 天国的价值的时候 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叫你的荣光 在我们的生命 反照出来 你才能够 原来跟人可以说到 跟随耶稣 活出天国的价值 有多么美好 主啊 就这样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继续在你里面 更生 变化 更加蒙你的喜悦 主啊 预纳我们 预纳我们 祷告我们的经拜 我们在面前的祷告 奉耶宿命自祈祈 感谢迪神帝卿 帮我们讯息分享里面的提醒 以后来用我们的诗歌 愿你公义降临 作为回应的诗歌 我们希望呢 就好像刚刚讯息里面 都有提及 我们希望 主你的国 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 公义呢 彰显在这个世界 不单止是这样 因为有公义 在这个世界的审判 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 从你而来的平安 还有呢 诗歌里面都有提及到 我们作为基督徒 怎样成为在你的意义 里面走 正路的子民 希望透过这个诗歌呢 我们都在于这个旗 靠同主讲 是呀 天父 我们愿意 我们成为 走在你公义里面的子民 靠你的国 靠你的公义 都光临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差不多到里面 一个公义里面 el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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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声音乐 作曲 李宗盛 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今时保守我们作祢子民直至见主面的一日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等于我们有默土的时间以后就会完成今天的崇拜 我们希望继续和祢同行 一起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面 一起去敬拜主 认识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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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